天氣越來越熱,都是時候要入手迎接夏天的Essentials 很多朋友會問我穿背心、一字靈裡面穿什麼 我第一波收到AIRSPACE寄給我的貼身衣物 都蠻養眼的,所以就跟大家一起開箱看看 第一個是AIRSPACE的平口內衣,他們稱之為夏日神器 這個涼感爆乳款由B級到G級都有 所以就算是免身或是豐滿的女生,都會找到適合你的尺碼 很多時候穿平口內衣都會怕它容易滑下來 要一邊走一邊拉著它,或者扣到它後面很緊,令整個感覺很焗燥 這個涼感爆乳款是針對這些問題主打了三大特色 第一,它做到集中,爆乳尾胸 第二,就是穩定指滑,給多一個安全感 第三,就是舒適和亮感 跟大家解構一下它的設計 這裡,它的罩杯裡面其實是有一個專利魔素片 可以支撐我們胸部的重量,令到胸型更加圓穩 還有它這個鋼圈也是有特別設計的 叫做軟素U型尾胸鋼圈 它可以固定到我們的胸型 你看到它也是有一個彈性 不怕是硬滑滑的那一種 而穿出來,它可以做到一個集中爆乳的秘密 就是它有首創的良感尾胸雙墊 下面這個是攪子型的 它就可以把我們的肉往上推,做到一個提升 然後旁邊這裡,它會有一個月亮形 幫我們把旁邊的肉也集中到中間 做到那種很深,胸型很漂亮的感覺 就是靠它們兩個 它是用了親膚紙滑布的 除了大面積的這一邊,可以做到強力防滑的效果 其實旁邊這個位置,擺墊的這個位置 都是用了這個物料的 我們看看它後面的扣,不是只有兩三個 它最少有四個,或者是某個尺寸之後 會有五個,是一個安全感 你會覺得穩陣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向下水,滑出來的感覺 而且有一樣東西很貼心 扣都有補充了 它是用來做什麼? 就是如果你是剛好尺寸,是兩個尺寸中間 或者是你的身形有變化 它都可以flexible少少 這款平口內衣,本身是可以用肩帶這樣穿 亦都是可以把它脫掉 我們穿背心一致領的時候,都會很方便 不會看到條帶的 而且如果你擔心它焗的話 它的胸墊是做了打孔透氣 而且它的布料都是用了一些涼感布料 是比較你摸下去有種冰冰涼涼的感覺 所以相對上在夏天沒有那麼焗促 可以看到它是很穩陣 而且下面包覆得很好 它不會掉了些肉出來 而且大家最怕的動作就是把手離開身體 然後移動 它的穩定性、安全感 不會走光 我覺得它做得非常好 如果大家對它們的平口內衣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簡尺碼方面,我有少少經驗和提示可以分享 在下空位,我是跟回自己正常的尺碼 但是它的吸數呢 因為你也看到裡面是有不同的墊 所以我覺得最少可以加回一個吸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除了平口內衣之外 這兩年的夏天我也是很喜歡 一直在發掘一種叫做一體成型有pack的衣服 我拿著這件叫做極致鮑魚 它是怎樣可以極致鮑魚呢 其實我現在穿了 是它們的黑色 它的質地是很舒服 很軟綿綿很親膚的 然後尾胸的效果應該大家會看到 隱約是真的挺澎湃的 它是單穿出去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設計是好像平日出街的背心 但是它的重點就是 它裡面的這裡有空墊 還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令到胸形做到一個尾胸集中的效果 它一樣有旁邊這個月牙形狀的空墊 可以將我們那些肉推得更加集中 然後有一個C字形的空墊 是有一個厚度的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沒有自信的 或者如果像我那樣的肉 是比較多的話 是可以托得它更加高 是有很漂亮的一個空墊 這樣就不怕平日很薄的空墊 一來就會怕可能容易突點 或者它會令到承托力不夠 另外它跟內衣一樣 都是會有親膚指滑布 這樣就不怕它容易走位 它下面這裡是有軟素尾胸的鋼圈位 但是大家不用怕了 是超級無敵柔軟的 不會是壓住 硬斑斑 但是可以做到一個承托的效果 有沒有試過穿一些BRA TOP 它是有空墊的 但是就沒有了一個承托位的話 是很容易一些肉 是滑了下去 有一半在下面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 還有很欣賞它有這個設計 只是靠地穿這件背心 是沒有問題的 多害羞也好 要讓大家看看穿出來的效果 其中一件我很喜歡的 就是肩帶 是把腹乳收得很好 因為平日我穿背心 要不就前面看到兩塊肉 要不就旁邊撕了整塊肉 但是這件呢 你見到我是夾著的 我不是故意把腹乳收不到 不是的 我夾著也好 前面旁邊完全不會有肉 這樣撕了出來 它把所有的肉都推向了中間 如果有適合的場合 這件背心是挺吸精的 除了背心 我最驚喜的是它的長袖版 雖然現在是越來越近夏天 但是可能有一兩天比較涼 或者去旅行的時候 這個是很方便的 因為你不用穿內衣 它裡面一樣有空墊 還有它這個布料 你見到裡面有一個透氣 非常之薄 是完全不會局促的 這個又是一穿上去 就已經完成 可以出街了 它穿出來當然是有澎湃的效果 而且是不像 只是穿了一件衣服 還有最驚喜的是 後面這裡 就算這麼貼身 你看到它是一個很直 不會看到 你裡面穿了什麼 我看到了 沒有的 這個設計是做得不錯的 而且我穿的時候 不需要擔心一邊移動 一邊走走位 因為它兩個層不是分開的 不是各自各的 它是有一塊不算很有彈性的布 黏在一起 所以它可以繼續做到那種 集中的效果 不怕兩邊可能一邊又高了 一邊又低了 它是固定了那個形狀 說完平口內衣 一些有風箭的出街衣服 之後呢 就我最近減肥必備的運動衣服 一直以來我都會穿一些比較平口的 很怕沒有安全感 又很怕走光 直至遇上這一件 它的名字很厲害 叫做超氧爆乳交叉穩定運動內衣 然後呢 是有盒子的 這個盒子可以拆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 我會覺得它是比較透氣的 因為呢 你會看到有光的時候 裡面是有透孔的 然後呢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它一樣是有這個C字位的 這個墊是有厚度的 如果你對自己的身材沒有那麼有自信 不用擔心中間好像排骨一樣的 因為它可以把我們的肉 推到中間的 然後它的物料是用了記憶海綿 好像枕頭一樣 是那個回彈力很好 不會太硬的那種 我換了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它和平時差不多的運動衣 不同的地方就是中間這個位 因為平時是這樣兩邊上的 它是做了一個交達的位置 所以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樣去跑步 它不會很動蕩的 因為它是很穩固的 把它保住在這裡 很集中 很澎湃 所以 我是很難得可以穿到 這樣款式的一個運動衣 而後面它不是做了一個 粗帶的背心 而是一個公子背 所以 你活動自如很多 不怕有條帶在卡住的感覺 除了上身之外 我也是收到它們這條運動褲 它的名字很長 叫做超毛曲線素腰收腿 K形高腰運動褲 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一秒把肚腩收回去 不如我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真的肥 這個在日本回來的Food Baby 給大家看看 真的好像瘦了三個月 大家明白為什麼我要減肥 是這樣說出來的 然後 我把它收上去 馬上 看到嗎 它好像有一個縮了的效果 但它不會很緊 它的彈性也很夠 前面看 也是整個 把剛才的大肚腩 收平一點 當然不是完全沒有了 但是 已經是比剛才那種的感覺 好很多的了 腳踩位 它也是做了一個開叉的設計 所以我們脫的時候 它不會好像平時那些 那麼難去脫 它有一個走踩位 之後 它後面這裡 是有一個小袋子 不知道大家的鏡頭 看不看得到 是可以放一點點東西 在它做運動的時候 你也可以放鎖匙 或者是百搭通 然後它的K形 就是這個位 看不看得到有一個K字 它是可以突顯 我們臀部的形狀出來 這個是可以視覺效果上面 令到它這樣包上 那個臀部的形狀 是不會看下去這麼扁 是會有一點曲線出來的 很明顯我的減肥革命 是尚未成功的 但是公育善其事 鮮利其器 如果我穿得更漂亮 去做運動 擋力都會比較大 所以我會努力去堅持 很快會收回 我相信 今天就跟大家開箱了 AIRSPACE的貼身衣物 如果算我最喜歡 或者是最驚喜的話 應該是這個長袖衣 因為我之前可能會心 都有試過其他 但是長袖衣 沒有試過這樣 有一個一體成型的系列 它裡面已經有盒子 是很方便 尤其是去旅行 早知道我去日本的時候 如果快點有就好 不用多帶一套內衣 是很方便 一粒下去就可以 而且這麼貼身 它也不會有內衣的痕 我覺得是很好 所有產品的資訊 我都會放回Info Box 希望大家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留言問我的 或者是DM我都可以的 如果怕尷尬的話 我都明白的 因為我這樣穿出來 我自己都有點害羞 比較少 但是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真的 哇哇聲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會 會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天到三天 和星期日日到十二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Bye Bye 就可以了 eee 按摩